一会儿 姑娘 你们在哪儿啊 你们快出来吧 都说这麒莲山又八百里 我都找了五百里了 你们在哪块啊 我这没吃没喝的 我这驸马爷都成了荒山里的孤魂野鬼了 我的 有人家 逃点吃的 不不不 天无救人之路啊 不不不 有人吗 老相 我逃碗水喝 有没有人啊 给狗吃的吧 这位爷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精疲力尽 能够弄点吃的吗 你是干什么的 怎么会来这儿 我是一侠客 我到西域这个地方来 就是找志同道合之人 别废话 赶快过冬吃的 不然我让你血流沉河 你信吗 年纪不大 胆子不小 那当然 没有英雄气 怎么赶走英雄路啊 赶快都知道 让我看看你的英雄气 看 怎么看 让我看看你的功夫够不够吃饭 瞧不起我是吧 知道我的名号吗 我叫五毒 五毒兄弟你听过吗 没有 你长耳朵喘气的呀 好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五毒兄弟的厉害 高手啊 你这个老东西 躲来躲去算什么高手啊 小铜崽子 这点功夫还冒充侠客 野狗撒尿 高手啊 不不不 高手 起来啊 我给你吃的 怎么 和尚也在这儿 小兔崽子 快爬起来啊 看起来 这个人是个高手 搞不好和尚被他抓了或者杀了 我要是落在他手里就完蛋了 怎么 侠客 趴在地上装熊啊 师父 我终于找到你了 师父 我千里迢迢来到西域 就是奔着您的大名而来啊 师父 您在江湖上武功高超 您管西土 我就是专门来找您拜师的 我终于找到您了 拜我为师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叫什么吗 我要是说不出他的名字来 我就死定了 好了 我有办法了 你再骗我 没有 师父 您的大名我不敢说 您的大名在江湖上如雷灌天 不知道您大名的人 只配做您的产相鬼 你果然很会说话 我老鬼当然是名不虚传了 师父 请师父收下我做徒弟吧 您要是不收我 我就在您的院子里 你 跪着吃天食业 我从来不收徒 在我的手下只有死鬼 怎么 你也想在我的追风产下 做一个无头之鬼吗 好狠毒啊 我必须缠住他 要不然他会杀了我的 师父 您要是不收我 您就打死我吧 死在您手里 我也满足了 原本以为您要是收下我 我好像伺候皇帝一样 我好好伺候您啊 像皇上一样伺候我 这也是我老鬼多年的梦想 看来这小兔崽子还真有点用 你说 让你当太监 你愿不愿意 当 太监 对 皇帝都是太监来伺候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太监不会勾引皇帝的 三公六妾七十二鞭妃 说 愿不愿意 只要师父收留我 让我当什么我都愿意 好 那我就收留你了 你是我收留的第一个太监 好 师父 走 我给你吃的 这 怎么回事 这想的谁 新收的徒弟 过来 吃吧 徒弟 今天的徒弟 明天的太监 我想的远吧 过来 好 快吃 吃完了干活 和尚 我已经做了五件膳事 看起来做膳事并不难 没错 做膳事并不难 但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你愿意去做 你就是苦度众生的佛 你要是不愿意去做 你就会成为恶人 你要帮助我 在天黑以前 做好剩下的五件膳事 你要是不帮助我 我就无法保证你的生命 师主 你已经做了五件膳事了 可你突然又用一阵邪恶 来抵消你的善德 所以 你要做十件膳事 并不容易 我一定能做到 天会有信来了 你这不关心这心上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怎么想 怎么做 将军 我正要去找你呢 什么事 交给我们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了 除了你手里的那两个和尚 剩下的人全在我手里 嗯 你们做得很不错 带我去看看 快点 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 你说谁笨的 你自己玩吧 来吧 英雄救你们 好你个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你走 投降 我投降 去死吧 你这个骗子 我再次投降 再次投降 再次投降 我投降 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住手 怎么回事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兔崽子 竟敢私自放人 我认识他 他跟你些和尚是一伙的 原来如此 我先杀了他 慢着 你杀了他又有何用 他又不是和尚 你放他一马 让他走吧 这是今天我做的第六件善事 将军 你做善事 可他差一点坏了我们的大事 我一定要杀他 你杀他又有何用 他又不是我要找的人 放他走吧 他是我的父落 跟你没关系 按照规矩 你要付赎金 好 多少 四百两 给你 你放他走吧 到时候跟我一起结算 二位哥哥又发财了 你好轻松啊 我也不容易啊 很辛苦的 真放我走啊 快走 师主 你往东走 必有出路 五师兄 你又 又叛变了 快走 和尚 这算是我做的第六件善事吧 要做善事会越来越难的 你会经受痛苦的考验 和尚们 决定你们命运的时刻到了 是杀你们 是留你们 那是吉士与将军的事 我们呢 就是得到我们应得到的财宝 其他的事 就不管了 这位大人 我得劝你一句 你不要把我们的话太相信 我们不会把盗口的肥肉丢掉的 你上当了 我是想放了你 可是 我不能丢掉那些财宝呀 其实啊 你们真的不值钱 一群和尚 一堆贱骨肉 当牛肉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还是辛苦钱 但是啊 有人为你们出这个钱 你们就值钱了 好了 不说了 你们好好念经 自己 尝读吧 这怎么 几天没见 情况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这个老鬼果然是个高手 把和尚们都抓了 可是这个武师兄怎么又何及时与婚到一起了呢 他肯定是叛变了 那五毒兄弟 你真是不长眼 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天天愁眉苦脸的 一点不找人喜欢 这回他们算是完蛋咯 算了 不管他们了 我还是找我的樱花姑娘去 这群和尚还是不错的呀 要是他们被吉尸与杀了 还真是有点可惜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救他们呢 这荒山野岭的 连个求救的人都没有 老实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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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你 快点 快点 二位哥哥手段果然高明 这回我们可就发了大财了 敢咬我 咬死你个老东西 发财 有你什么事 你处理了吗 跟我们哥俩抢功 二位哥哥 这就是你们的不治了 这智商是你们让我治的 这智商有什么风险呢 这怎么跟我们比 快把我们放了 张嘴 和尚们 我们又见面了 当初我们一番恶战 你们打伤了我的腿 今天可巧又见面了 高官员 在这里我对你印象最深 当初我腿受伤倒在地上 是你冲上来想杀我 闪开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住手 住手 算了 算了 她的腿已经断了 就放了她吧 你为什么这么狠 说真的 说真的 整个交战中 我没有看见你的身影 也没有看见你冲锋陷阵的行为 你说 你那么做 是不是忽加忽微 你构杖人士 今天 你落在了我的手里 你成暗肉 我成刀足 我该一刀砍下去 还是慢刀割肉 让你享受享受那种失败的痛苦 我真后悔 你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一刀砍死你 让你活到今天来折磨我 我还后悔 我应借机把那个叛徒内奸给杀掉 我只是把他弄下山谷 他居然活着 今天在这儿耀武扬威 你这个胆小鬼 今天为什么这样勇敢 我高仲成是皇上的忠臣 今天既然死路一条 我要死得像英雄一样 我佩服 你的话够多了 我也和这些和尚们谈的 二师兄 我很佩服你的精明为人 你为什么不愿和我一起干呢 师主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只是佛祖前的一个小杀秘 我只做佛祖让我做的事情 如果因此而杀掉你呢 生与死之间没有界限 我只是不希望你多一份罪孽 和尚们 我也是没有办法 不是我不救你们 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危害了西鲁天灰 所以我不得不把你们当敌人 现在你们只有一个机会能够得到生机 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是我们的人 只有这两个人才能活下去 果然有内奸 我早就说过要把他查出来 现在一切后悔都完了 是谁 你现在可以站出来 西鲁天灰已经传话 要把这些清朝的爪牙全部消灭 现在你是安全的 你可以站出来 你就是英雄 是哪个王八蛋 你站出来 到今天了 让你爷爷死前看看你的这边目 老五 你这个内奸 你应该知道谁是你一伙的 高贵元 这个五师兄不是我的人 他只不过是我的私人朋友 那两个人应该在你们这些人中间 好了 快自己站出来 勇士 是 你们都不是 难道是我高主城吗 和尚们 我没办法救你们了 上回把那个急事鱼打得那么惨 这回肯定饶不了你们 我要是救你们 那我小命也搭进去了 哎 好了 咱们朋友一场 我会给你们烧香的 我说了 王泉路上没老少 奈何桥上骨肉粪呢 哎 哎 往哪走啊 怎么走才能逃出去啊 你往东走 必有出路 这个老五 进那回吧 照你说的方向走啊 哎 这边有雪 是阴面啊 这边没雪是阳面 这是南 这是北 前面就是西 要是这样 那我还得回去啊 哎呀 走吧 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急事鱼说的那个人 快站出来 你们是功臣 功臣是要受赏的 站出来啊 到现在还不保路 等死吗 到现在还不保路 你不会说那个人是你吧 我要杀尿 我要杀尿 撒个屁 憋着 憋不住了 我要尿到裤子里了 尿尿 天这么冷 尿到裤子里冻成冰茶 把小鸡鸡都冻坏了 命都快保不住了 还小鸡鸡呢 让他撒 怎么撒 给他把裤子解开嘛 我还得伺候你 走 走啊你 让和尚撒尿 也算一件善事吧 对 这是一件善事 但是你还有三件善事还没有做 我知道 你在逼我放了他们 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善事吗 我当然明白 但是 我不会做这件事 现在 我是清朝的通缉犯 叛军首领之一 我只有在西鲁天会才是安全的 我背叛了西鲁天会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施主 做善事是会有回报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难道除了这件事 就没有善事可以做了吗 做善事是为了得善报 六师弟师希望你 不要再做任何一件恶事了 我一定会找到另外的三件善事 做善事是要有诚意的 这是修炼的过程 而不是目的 将军 我们已经按你的要求办完事了 你该把剩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天明清 带他们去取钱 是 将军 老叔 你留在这儿 我和老皮去取钱 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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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老叔 这小子刚才还在这儿呢 不管他了 你留在这儿 我去取钱 你放开 你放开 老六 这何人怎么回事啊 奇奇怪怪的 这干嘛呢这是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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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经呢 和尚 我是五毒 和尚 和尚 哑巴 出坏你 咱们和尚 你耳朵也不好使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老六 怎么了你 完了完了 冻成这样了 这肯定冻死了 老六 老六 你说话呀你 这 这都冰冷冰冷的了 老六 老六 你说你们平时挺团结的 怎么就分裂了呢 那就是死 也该死那姓高的高官员嘛 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 我找个地边 把你埋了吧 可怜的鸭巴和肉 还挺馋的 老天不睁眼啊 老天愁 老天愁 人我 站住 即使与将军让我来取那两个箱子 对不起 将军说了 没有他和铁面青 谁也不能将箱子拿走 我们和将军的协议已经做到了 人已经抓到 这可是将军让我这么做的 不行 我已经说过了 你认识我吗 认识也不行 是吗 拿下 大靠近 今天让我突测一下 你找到没了 哥 你这里是五支 你会满意 你会放心 四次 我说 啊 相處數十年了 你們想獨吞?你們也太狠了吧 這回倒好,都是我老叔一個人的 你們都這麼不仁 那就別怪我不義了 這錢全都是我的了 怎麼?你們中間沒有人承認是我們的人嗎? 我想和你談談 我必須和你談談 我 快進去吧你 將軍 坐吧 好 將軍,能不能先把繩子解開 這樣對待客人有點不禮貌吧 我先要搞清楚你是什麼身份 你說吧,你是什麼人? 看見了吧,一切都很清楚了 這兩個暗藏在我們之間的內監 一個是你們的五師兄之傳 另一個是可恨的哈爾赤 白大人,你說我說的對嗎? 嗯 二師兄,我真想一刀殺了你 怎麼了? 我當初一再強調我們直接要速監 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撓我反對我 現在一切都晚了吧 高大人 事情也許不像你想的那樣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個屁 人都快死了,還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兄弟,我只能試著救你了 要是救不活,我也沒辦法呀 阿彌陀佛 哎 我也没办法点火呀 这怎么办呀 有了 我把你揣到我怀里 看能不能救你吧 来 给 老六啊 跟你说 我就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好过 也没人对我这么好 行了 知足吧 我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关心别人 不过说实话 我救你吧 也是看在你是和尚的面子上 想给自己积点善德 我这辈子看的坏事太多了 是个恶人 要不怎么叫五毒呢 来 吃吧 吃吧 好 箱子在哪儿 原来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好像被人抢了 我们的人都被杀了 好啊 一定是你和吉士宇 叛徒那点财宝给我们下的套 你说 是不是 真的不是 站住 他还活着 问问他就知道了 说啊 怎么回事 是是是老叔抢走了 老叔 他逃哪儿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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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玩我老叔?没门,老鬼,你就是个死鬼呀 我叫老叔?我肚子里全都是叔,光这点玩意儿就能玩死你们 想跟我斗?没门,我气死你们 老叔,你好悠闲哪 这不是老鬼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你管不着 你背叛了我们,把东西交出来 交出来?老鬼,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吐出来可就难了,不可能了 那我就夺了 小畜生,你敢 哪里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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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畜生 你这不仁不义的家伙 我要把你铲成八段拿去喂鹰 是吗 你们两个才是不仁不义的东西 三个人的活 你们俩想独吞 做美梦吧 这听着都是笑话 小王八蛋 我杀了你 来来来来来来呀 你们真的不愿意站出来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真的没有路了 师主 天堂地狱就在你面前 就看你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走 师主 天堂的大门开着你不走 地狱大门关着你偏要推 师主 不能再错了 五师兄 请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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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师主 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善事 你应该继续做下去 我应该继续做下去 嗯 为了西路天会的事业 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父母 家庭 儿女 不管谁敢背叛我们 我们就把她当成敌人 消灭她 樱花是我的女儿 可是她今天做了清朝人的奸细 背叛的不仅是她的父亲 背叛的还有 全部西路天会所有的义士 不要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就可以迁救她 我宣判她的死刑 她已经是我们 西路天会的罪人 我们西路天会 每个人都有权惩罚她 一个人背叛了天会 就会有多少人 因为她人头落地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 就会毁于一旦 这个背叛者万死不舍 和尚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因为清朝皇帝是不会原谅我的 他只会杀了我 做战事有什么用 和尚 我即使与世西路天会的英雄 我绝不做清朝皇帝的高雄 阿弥陀佛 施主 放下徒刀立地臣服 对不起了 施主 你那儿子还在等着你回话呢 为了西路天会的事业 只能委屈他了 五弟 有多少英雄豹杰都来把你敬仰 少林 少林 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转扬 清掌地无益 居士无双 少林四位真四方 有九地历史 远远流畅 少林四位真四方 千年的故事 神秘的地方 宋山有五 人人都相放 无数的故乡 迷人的地方 天下之意 光顾流放 天下之意 光顾流放 天下之意 光顾流放 神秘的地历史 宋山有五 迷人的地历史 宋山有五 人人都相放